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高 咱们今天来讲 大德宝剑 今年7月份说 日本这边有个很大的新闻 就是他们在挖掘 奈良的一个古墓的时候 在里面发现了一根巨大的宝剑 这是宝剑啊 是根剑 大德宝剑下面有土了 还没有完全剥开 这个股份叫富雄顽山股份 1600年前的 是个圆形的坟 直径109米高10米 是日本最大的圆坟之一 那么从外观上来看 就像一个小山球一样 上面还长着树呢 其实这个坟 从50年前的1972年 就已经开始挖掘了 由于边保护边发掘 发掘的速度就特别的慢 50年也只打开了5%左右 那么到目前为止 已经从这个坟里挖出了 不少的古代的时候 农具啊 铁器啊 铜器 黏土制品 这个股份呢 对于日本的考古学至关重要 因为它是1600年纪 就是四世纪的时候的文献 大家知道啊 日本是在七世纪的时候 它有文字的 所以四世纪的时候呢 是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 那么日本是如何考证 七世纪之前的事情呢 主要靠中国的文献 中国如果写到了日本的话 他们就知道那个时候发生什么 而偏偏这个四世纪啊 中国没有相关的记载 所以日本的四世纪啊 被称作叫空门四世纪 所以日本这边的考古学 都特别期待这个坟里呢 挖掘出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结果真就发掘出来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 就是在里面发现 一把巨大的宝剑 和一面顿形同镜 宝剑有多长啊 这个宝剑长2.37米 这基本上就是剑身的长度 剑柄非常的短 而且呢是蛇形的 总共有七个玩儿 是这样的 那它不是人的配件是吧 感觉上应该是 是不能拿的 这是日本到目前为止 出土的最长的一把十五米剑 以前出土的最长多长 85厘米 一看就是能拿的 这个剑的长度 通常跟拿剑的人身高有关系 这个身高越高啊 剑就可以越长 通常不超过一米啊 所以目前为止挖出来 也基本上没有超过一米的 最长的一把铁剑的1.15米 而这把剑的2.37米 以此来推测 拿这把剑的人身高在4米以上 那这个剑不是装饰 不是祭祀用的之类的 现在怀疑有可能是 但是啊 现在发现 剑下面有一个木棺 这个木棺还没打开 木棺长5米 哈哈哈哈 说接下来就要开这个木棺了 里边要有个人5米长 那基本拿这个剑里没有问题 这么多年还没开发到木棺 对啊 你知道为什么没发现木棺吗 这个棺长这个样子 嗯 它说圆形三层呢 一般牧师都在正中眼 而这个木棺和剑放在门口 嗯 他们一开始没有发现这一个门口 他以为就是个圆形层 因为常年盖了很多的土 就感觉好像形稍微有点怪 没觉得这是个口 所以就从旁边的大孔进去了 打进去好几层 还没到最底边 然后后来在2016年之后 有了激光探测技术 才发现这边这个突出 有可能是个口 然后从这个口开始挖 结果一进去一米多 就发现了一把大宝剑 一面铜镜 下面5米长的木棺 那现在已经确定 布的中间没有木棺了吗 还没确定 这个剑刚挖出来的 因为它有泥土包裹的 只看到一个箭形 日本的考古学家 以为是两把箭 横着放在一起的 结果一扫发现 从这到底是一把箭 那么说到这个箭这么长 有没有可能真的是 能够用的箭 其实日本历史上有一个实例 就是日本目前出土的箭 没有那么长的 但是流传下来的箭 就是年代没有那么久远 祖上流传下来的一把箭 有个很长的 叫做尼尼切丸 读做年代切丸 这把箭 是日本南北朝时期的一把箭 也就是600多年前 日本南北朝时期 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藏在日本 栗木显日光二荒山神社的 整个刀长3.24米 比这个箭还要长 但是这个刀的刃 没有那么长 把手特别长 刃只有2.16米 重大24公斤 超大的一把刀 感觉用这把刀的人 身高怎么也得45米以上 那这个有记载是用的还是 这个记载是有用的 怎么用呢 说这个箭有一个特点 就是当有魔鬼 或者是妖怪靠近它 它自己就飘出来了 然后从刀线的飞出来 直接插向魔鬼 把它干掉之后 自己又回来 就是没有用 记载有 它为什么叫尼尼切丸呢 这个尼尼就是一个鬼 它曾经切过这个鬼 不靠近它 它没有反应 也有妖怪靠近它 啪 自己又出来 就回来了 是这样一个箭 所以它是一把全自动扫鬼箭 那个神社里边记载 它说它有真好气 对 当地就传说 当年有这么个妖怪 叫奶奶 晚上出来吃人什么的 为什么叫奶奶 我说的是日本的 中文叫尼尼克的 因为这个妖怪 一直发出奶奶的声音 所以叫奶奶 专门杀奶奶了 那我刚才说这把箭和木棺 都在出口的地方 其实也是入口 这个入口的地方 在整个木的东北角 就是鬼门 所以怀疑这把箭 就是在这个地方震慑 妖孽斜碎的 但这个用的 还有一个铜镜 其实也很神 这个铜镜长64厘米 宽30厘米 重5.75厘米 像一个盾 这个在日本历史上 也从来没出现 出土文物里 没有这个形状的镜子或者盾 日本人的盾一般都是圆形的 还有就是日本武士从来不用盾的 他们是跟你拼命的 所以不需要这种防护性武器 所以在日本的木里出土盾 是非常罕见的 当然它一面磨得非常光滑 所以认为是个铜镜 这个镜子一面是特别光滑 可以照出人来的 另一面刻有陀龙了 陀龙就是一种水龙 就是类似于像鳄鱼 蜥蜴那种生物 刻有那种东西 总共两圈都是圆形的 这个圈上就是陀龙的 这个龙纹的线条也特别精美 圆形周围都是锯尘 这个锯尘一根一根的 都特别的精细 这个剑和这个盾 就代表日本当时最高的冶金技术 目前出土了 没有这么高级的东西 这也是日本发现的 唯一一个盾形的铜镜 那么这个木已经挖了50年 为什么就找到这么两样好东西呢 就是因为他们一直觉得 好东西在中心 往中心挖的 没想到木主人 会把这么好的东西放在门口 可想而知 木是中心会有什么 嗯 那棺果里面有什么 现在还不知道 棺果还没有完全起出来 还在埋在土里呢 还有一点啊 让日本考古学家特别兴奋的 就是它是一个圆坟 圆坟不是最高等级的坟 也就是说它肯定不是天皇 不是最高等级的统治者 最高等级的坟长什么样 叫前方后圆坟 像个钥匙口一样的 前方后圆坟一般比圆坟要大很多 其实这个坟旁边有一个坟墓群 好多前方后圆坟 超大的 这些前方后圆坟 大部分还都没开始发掘 都是先从次高等级开始发掘 那么离这个圆坟不远的地方 就有一个很大的前方后圆坟 叫做保来山谷坟 是第十一代天皇垂仁天皇坟 垂仁天皇生于公元前69年 死于公元后70年 活了140 真的假的 现在来看的话几乎没有可能 这个日本天皇 一个一个记载的都是很清晰的 虽然他没有文字 但是天皇家的家谱 一开始是谁 从哪年开始 一代一代还是很清晰的 那就他一个人活了140岁 不是 按照日本书记的记载 垂仁天皇的父亲重神天皇 活了118岁 他的爷爷开化天皇 活了115岁 那么是不是都100多岁呢 也不是 再往前去有短的了 比如说第二代 绥靖天皇 84岁 第三代 安宁天皇 就感觉人家的记载 还是好像挺合理的 而垂仁天皇的儿子 景清天皇 活了143岁 他的孙子 承武天皇 活了107岁 承武天皇是谁 就是初代五内宿迷 辅佐那个天皇 叫做中埋天皇 只活了52岁 中埋天皇 再往下 叫仁德天皇 活了99岁 仁德天皇的坟墓 是日本现在最大的前方护原坟 长度达400多 也就是说这个原坟的四倍大 很多日本人认为 这就是个锁孔 比如说神囊什么的 通过这个锁孔 啪一打开 一世界就开启了 那种感觉 这些锁孔主要集中 这些也不是锁孔 这些前方护原坟 主要就集中了奈良 京都大阪这些地方 也都是古坟时代的时候 留下来的东西 那么这些前方护原坟 大部分保存的是比较完好的 只有少数的 有渐渐开始发掘工作 为什么前方护原坟不挖呢 是因为这是天皇家的东西 就是天皇家的祖坟 天皇不同意挖就不能挖 他不同意 对他不同意 大部分是不同意的 有同意的是有被盗过的 盗过了之后 你就有口了 那你就顺着这个口 说被发掘一下 还是可以 那也都是2000年之后的事 在那之前基本上不允许 所以现在日本这些古坟的发掘 都是从一些次高级 就像原坟开始的 那么这个坟说是人得天皇的 说是垂人天皇的 这个都是天皇家说的 考古学家无法断定 因为没有办法考古 对对对 唯一的史料都在天皇家里 人家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就说如果原坟里都出来 这么神奇的东西的话 估计前方护原坟那边有点什么 都不敢想象 所以日本考古学 对天皇家的祖坟 是寄予厚望的 其实不光是前方后原坟 我们以前提到过 日本有三神器 有这三神器才是天皇 每次天皇交接的时候 都要交接这三神器 三神器交接的时候 都是包裹起的 谁也没见过里面长什么样 只有天皇间 好 那么说到出土的古剑 我们就要提一下 中国曾经出土了一把古剑 叫月王勾剑剑 这个是春秋时期月王勾剑 曾经使用的一把剑 1965年在湖北的楚木中出土 月王勾剑剑 虽然不长只有55.7厘米 但是它的年代非常早 比日本这个蛇形剑 走了八百到一千年 月王勾剑剑 最令考古学家惊叹的 就是它的保存状态 作为一个2500年前的剑 出土的时候 完好如初 没有任何的腐蚀 寒光刺舌 都认风力 说可以直接割破二十层的纸 而且剑身上有非常精美的菱形花纹 这些菱形花纹 按照2500年前的工艺 是如何加工上去的 现在是个谜 不知道怎么能够刻上去 完全一样 就感觉有点像大音上去了 或者是用激光扫上去的那种感觉 剑柄上相有绿松石和琉璃 剑上还刻有名文 叫月王勾剑 自作用剑 这个自作用剑 有人认为这个剑是他自己做的 但是按史书上记载不是他做的 所以做啥意思不知道 不过肯定是他自己用的剑 目前知道的是 这把剑是西青铜彩制的 经过硫化处理 所以三千年不复 制作工艺制高被称作天下第一剑 那么这把剑是谁做的呢 中国有本古书 叫月绝书外传记宝剑 其中就提到 月王勾剑总共有五把宝剑 这是其中一把 第一把叫做战颅 第二把叫纯君 第三把叫圣邪 第四把叫鱼长 第五把叫巨缺 这是哪一把 有可能是战颅 有可能是纯君 现在主要认为是纯君 就是第二名 这是有名次的 第一名是战颅 还有名次 有名次有讲究的啊 这五把剑都是中国铸剑祖师爷 欧爷子铸造的 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没有听过 但是大家应该听过干将墨爷两个人 就是中国特别有名的两个铸剑士 墨爷的父亲就是欧爷子 那么不管这把剑是五把中哪一把 剩下的四把呢 只在史书有记载 到目前都没有出途过 没有找到啊 而这五把剑各有特色啊 我们先说一下战颅 五剑之手 战颅呢是月王给它取的名字 战呢是清澈深邃的意思 就是精湛的那个战 颅呢代表黑色 就是高贵啊 权力的效果 而且说了战颅呢是没有刃的 为什么这把剑牌的五剑之手 因为它是欧爷子 毕生的梦想 就想要造一把没有刃的 特别厉害的剑 那出土的那把这不是战颅啊 对啊 从这个记载来说的话就不是战颅 但是为什么觉得是战颅 因为它上面那个灵形花纹是黑色的 战颅啊 说是一把黑剑吧 欧爷子为什么要造一把没有刃的剑呢 就是他想造一把就是没有杀气 又无剑不垂的剑 从外边看就像个棍一样 但是其实无敌的啊 削铁无泥 取义呢忍者无敌 所以战颅也被称作叫忍者之剑 第二年纯钧啊 古书中记载纯钧是一把拔出来 就会有一团光芒绽放的宝剑 犹如出水芙蓉 拥柔而轻裂 是一种精致体的宝剑 不知道 反正闪闪发光啊 剑饼上的雕饰呢 犹如星宿运行啊 剑身呢与阳光混然一体 而剑刃呢就像碧莉千刃的断崖 冲高而威恶 喜欢这一把 好像很漂亮 那么这把剑呢 据说是欧爷子借众神之力铸造 是一把无比尊贵的剑 铸剑这时呢雷龙打铁 云阳洒水 蛟龙捧炉 天地壮炭的 造了足足十年才造出一把春菌 是五把剑里边最贵的一把 虽然不是欧爷子排名第一的 但是最贵的一把 第一把战柔据说是造了三年 这把造了十年 第三把圣鞋 圣鞋的戒中 有说是一把短剑的 有说是一把半截的剑 反正不管怎么说 都是正常剑 一半长的这把剑 这把剑为什么短呢 是因为欧爷子在住这把剑的时候 发现这个剑每住一寸 鞋性便增加三分 所以住到一半不敢住了 就这半截的剑 也是相当的邪性的 于是将之取名为圣鞋 那么说到有邪性的武器 我就不得不提到一把刀 这个不是剑 就是妖刀村政 妖刀村政的妖刀 是人们对这把刀的称呼 村政是刀将的名字 但是村政不是一个人 它是个世袭的名字 这个家族就是专门造刀的 从第一代叫千子村政开始 后而造的刀都叫村政 那么第一代千子村政 是日本战国时代 日本战国时代 比中国战国时代要晚很多 大概500年前 日本这边突然天下大乱 群雄割据 这样一个战争的状态 持续了120多年 就在这个战国时代 千子村政成为了一名 非常有名的刀将 那么经过整个战国时代之后 村政刀就成为了妖刀 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战争期代 很多大将军 很多有名的武士 都死在了村政刀下 特别是德川家康家 德川家康的爷爷 就是被千子村政 就是千子村政 自己造的一把刀砍死 德川家康的父亲是被村政刀刺死 德川家康的儿子 而且是嫡子 自杀的时候使用的就是村政刀 而且德川家康本人呢 也被村政刀伤过两次 所以德川家康认为这把刀 是有邪性的 于是命人把这个刀封杀了 就是说谁也不可以造 谁也不可以佩戴 这一把刀 不是一把 是一个系列 那不是断了村政家的财路吗 对啊 有点这个感觉 但其实财路没有断 为什么呢 我跟你讲啊 房间传说说得到这个刀的武士 突然就发狂了 控制不住这个刀的邪性 先把自己的妻儿杀死 把朋友杀死自己还自尽了 从此老百姓就把村政刀称之为妖刀 那么后来这个刀啊 变得特别流行 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反幕府的人觉得 只有用这把刀 才能把幕府一些人全干掉 所以疯狂购买村政刀 所以村政刀在黑市上特别流行 专门用来斩杀大将军 并没有说不允许他造刀 也不允许他造了 所以后来造的刀都不叫村政了 改名叫正宗 后来武士佩戴叫正宗 那就是村政 为了躲避这种管辖 他的刀确实是好嘛 还是买得到 也不说买得到 他造的量比较少了 所以真的是上一代传下来的 你知道吗 那么现在日本很多学者认为 这把刀之所以能斩杀很多日本大将军 可能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妖性 而是当时就村政刀有名 拥有这个刀的人自然就多一些 所以斩杀大将军的可能也就稍微大一点 那么由于村政刀的历史没有那么久远了 没有几千年了 而且一代一代也在不停的造 所以现在留存下来也是比较多的 日本的好多博物馆里面都有村政刀 但都是不一样的 最古老的一把村政刀现在藏在京都的北野满天宫 其实北野满天宫里还藏有一把妖刀 这把刀叫做鬼切完 这又是切鬼的 对 这把刀传说中就是把鬼切掉了一个胳膊 也是犬自动的 这不是 这是有人拿着 遇到了鬼 鬼胳膊切掉 鬼跑了 好 第四把刀叫鱼肠 这个鱼肠大家都吃过是吧 这是一把匕首 是当初专珠刺王辽使用的匕首 专珠是中国四大刺客之一 荆轲 对 聂政 于让 四个人 王辽是谁 就是吴王 吴王的侄子公子光 请刺客把他叔叔给干掉 自己当事吴王 这个刺客就是专珠 他当时怎么刺杀了吴王呢 因为所谓森严没有机会靠近 所以在宴会上说要献上一盘鱼 在鱼肚子里把匕首放在里面 献上去之后 把鱼肚子一起把匕首拿出来 直接就把吴王辽给刺死了 为什么这把刀可以放在鱼肚子里 不被发现呢 是因为这把刀上 有各种曲折的纹路 看上就像鱼的肠子一样 所以放在鱼肚子里 看不出谁把刀 跟鱼的内脏浑然一体 所以这把刀称作鱼肠 那么公子光当上吴王之后 就命干将为他铸一把宝肩 干将是欧野子的徒弟 当时欧野子已经不在了 所以让干将来造 说是把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铁矿石 都凑在一起 想铸一把最厉害的宝肩 但是啊 这不管怎么烧火 这个铁矿石都无法融化 干将就愁了 然后莫野听说这个事情之后呢 就自己跳到了火炉之中 他一跳进去 楼水就融化了 就铸出了两把雌雄宝剑 叫干将莫野 是这样一个故事啊 莫野当时为什么要跳到炉子里 是因为莫野听他的父亲欧野子说过 说要铸神剑必须用女子护炉 他认为只有他跳进去奉献自己 才能让这把宝剑铸成 那么莫野不跳进去行不行呢 他为什么一定要跳进去呢 是因为如果干将造不出这把劲 干将就得死 他为了救自己的丈夫跳进去 是这样一个逻辑的 而莫野跳炉子这个事情呢 从现在考古学家来说的话 就是表现了中国传统匠人的这种精神 就是为造一把精致的武器 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样一种感觉 有这种精神 现在没有了 但是古代的时候嘛 就是所谓的精一求精 干将跳进去 干将后来被抓起来 然后飞升了 跟莫野一起飞升了 干将为什么被抓了 是因为他生成两把劲 干将莫野嘛 他只把干将叫上去 后来吴王知道 他又把莫野跟他要 他不给就给他抓起来 马上要给他砍头了 莫野从盒里飞升出来 然后干将也随之飞升 从上天了 好 好第五八宝剑 巨缺 巨缺的缺是残缺的意思 也就是说这是一把 看上去粗糙无比 还有一些缺陷的宝剑 但据说此剑 是由天外神铁所助 削铁如泥 是五八宝剑中 杀伤力最大的一半 看上去有什么缺陷啊 古书中记载就说 看上去就不像宝剑 特别是粗糙 但很大 在古时候看宝剑 先看做工 做工要精美才是宝剑 据说当初月光拿出巨缺的时候 孝剑时一看说 这肯定不是宝剑 这什么东西 所以巨缺并没有入选到 中国十大宝剑这种 十大宝剑 不这么一件 这愿王五剑里边有三把 入选了十大 没有入选的就是巨缺和圣鞋 传说呢 欧爷子在铸造巨缺剑的时候 还剩下了一块神铁 于是欧爷子又用这块鞭脚料 造了一把匕首 造完这把匕首之后 天降红雨 所以欧爷子将此匕首取名为天问 那么这把匕首 后来是用来干什么 就是专门用来斩杀朝臣的 为什么要用天问来斩杀朝臣呢 是因为在古代传说中 朝臣都是天袖下岸 用正常的武器刺杀不死的 必须用天问来斩杀 而天问现在在什么地方 无人之交 好 这五把的就是月谷剑 只有三把的在中国十大名剑之中 就是湛楼 春军和渔城 那么中国十大名剑 第二名是湛楼 第一名是谁呢 叫宣元剑 宣元剑是上古神器 是皇帝所铸造的 传给这大宇 宣元是什么呢 现在说法不一 有说是地名 有说是皇帝的名字 他自己就叫宣元 所以后来 跟皇帝相关的东西都叫宣元 皇帝造的剑就叫宣元剑 皇帝是三皇五帝里边 这五帝之首 三皇是伏羲女娲神龙 五帝就是皇帝 专须 帝库 姚 顺 传说五千年前上古时期 有三大部落 这个世界就三大部落 首领分别是炎帝皇帝和赤游 赤游乃妖族三头六臂 善用妖法 于是很快就把炎帝击败了 炎帝就找皇帝帮忙 正当皇帝在思考 怎么破他的妖法的时候 一颗流星降落 于是皇帝采流星至天外云铁 打造了一把剑 命名为宣元 后来在皇帝炎帝和赤游的大战之中 赤游让人使用妖法 皇帝举起此剑 妖法瞬间消失 敌军军心不分 皇帝一声令下大败赤游 并将赤游斩于此剑之下 但是斩首的只是赤游的神体 赤游的元神并没有被斩掉 于是皇帝用自己的元神注入补天使 生计赤游将其封印 然后这把薰炎剑就流落到了人间 最后是到了大鱼的手里 说这把剑一面刻有日月星辰 一面刻有山川草木 剑柄上一面是农耕续养之术 一面是四海一统之策 得此剑者得天相 所以大鱼有了这把剑之后 然后就开启了众瓜文明 那么古书中关于宣言剑的记载 就到此为止了 后来传说这个剑到了商汤的手里 得这个剑就得天下 那个时候下朝已经腐败了 商汤在攻打下朝的时候就带着这把剑 结果打到下朝的一个太庙的时候 袭来三股妖缝大乱商军 于是商汤手持宣言剑冲入太庙 发现太庙是供奉的三把妖刀 这三把就是上股三大邪刀 龙牙虎翼和犬神 商汤穿宣言剑将三把邪刀击碎并封印 后来经过了2000年到了北宋的时候 有一名非常有名的铁匠叫韩琪 他在深山中发现了太庙的遗址 进去之后发现龙牙虎翼犬神 三把邪刀的碎片 碎片一碰就冒出黑烟 然后他把这些碎片收集起来之后 和当时宫廷驻舰师一起 花了一年零八天铸造了三把炸刀 就是龙头炸、虎头炸和狗头炸 其实当时命名不叫龙头炸、狗头炸、虎头炸 叫降龙、俘虎和斩犬 这三把炸刀后来运到了开封 包装就成了第一个什么三把炸刀的人 所以这三把炸刀都来自于上股神迹 不自简简单单的刀 好说了日本的剑、中国的剑 咱们接下来说说西方的剑 西方的剑有两把现存的能找到的 还特别有名的 一把叫做旧瓦尤斯 旧瓦尤斯是法兰克国王理查大帝的配剑 理查大帝是1200年前 几乎统一了欧洲的一个皇帝 旧瓦尤斯全长1.05米 健身的部分82.8公分 旧瓦尤斯在古法语中意为欢乐之间 此剑后来被欧洲历代君王所有 拿破仑登基的时候也佩戴着这把剑 象征着不可战胜和至高无上的权利 现在这个剑在卢浮宫 大家想看的话到这里就能看到 那么这个剑有什么特别呢? 它的材质很特别 据说此剑铸造的时候 剑柄中藏有朗基努斯之枪的枪头碎片 朗基努斯之枪就是刺死耶稣你把枪 圣物的枪尖在这个剑里面 而剑身有什么材质制作的不知道 但是说剑身每天会变化30次颜色 真的吗? 卢浮宫好像没怎么变 为什么没变我会告诉你 那么据说此剑和另一把传说中的剑 迪朗达尔是一个材质 迪朗达尔是圣骑士罗兰的剑 就是查理大帝的首相 是法兰克王国的一个英雄 说罗兰剑锋力无比 无剑不摧 怎么知道罗兰用这把剑 获得了无数的胜利 他临死的时候就像把自己的剑摧毁要 他不想让这个剑落到敌人手里 所以他就找了一块巨大的岩石 想要击碎此剑 结果一看岩石开了 剑豪化无上 而现在劈开岩石的地方 在法国和西班牙交界了 这么大的岩石 对 叫做罗兰霍克 你说这个剑的威力有多大 罗兰后来无法摧毁这把剑 就是说和自己的尸体葬在一起了 罗兰尸体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现在这个剑所踪也是不知道的 但是和他才智一样 九把尤斯呢 现在在卢浮宫可以看到 不过据说现在卢浮宫这把呢 是把防皮 真皮呢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丢失了 所以他不变色了 对 除此之外 欧洲还有一把现存的非常有名的剑 叫做石中剑 这把剑发现的时候就插在石头里边 这个剑的主人呢 是12世纪意大利的一个骑士 叫加尔加诺 传说此剑最早是亚瑟王的剑 亚瑟王是欧洲那么传说 古代一个很厉害的人 这个人存在也不知道说是他的剑 这个加尔加诺在年轻时候四处争战 有一日呢 遇到了大天使米加勒 大天使米加勒就跟他说啊 你应该放弃私欲 放弃这种暴力 征战归以我佛 不是归以我佛了 归于上帝了 一心向善 然后这个加尔加诺呢 就把他的剑插在了岩石中 表示他归隐你的觉醒 还有个说法就是大天使让他归隐 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他说人的欲望是不可能消除的 就像剑是不可能插到岩石里一样 大天使你插他看 他一插 插进去拔不出来了 从此归隐了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剑呢 现在保存在意大利的 圣加尔加诺修作院里面 这个剑呢 最大的谜团就是他怎么进入岩石 这个剑呢 是已经经过检测的 说这个剑的金属呢 确实是12世纪的东西 和加尔加诺生活那个时代是相符的 这个剑使用的合金也是当时 比较常见一种合金 我看那个岩石像水泥 不是 是一块正常的岩石 这也都检测过 而且是完整的 按正常来说的话 他这个剑的材质 是不可能插到岩石里的 后来就对岩石本身进行了各种检测 发现岩石是完整的 没有任何缝隙的 而这个剑呢 就好像融在里面的一样 真正好好插在里面 剑也没有融化 和岩石之间也没有任何的缝隙 所以这个剑怎么插进去 至今都是一个谜的 其实整个欧洲的最有名的剑 叫王者之剑 说王者之剑 有可能就是这一把 因为没找到 传说中究 但是这把剑是怎么插进去也不知道 也拔不出来 现在剑真是完整的 人家不说了吗 是在大天使之里插进去的 那倒也是 这咱就无法理解了 猴这么多剑 你喜欢哪一把 蜇军 是吧 喜欢漂亮的剑 是吧 我比较喜欢鱼城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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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